北京时间7月31日 在昨天老鹰已经正式与安东尼达成了买断协议 后者在度过48小时的澄清期之后就会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届时安东尼可以选择加盟其他球队 根据此前的消息 安东尼计划加盟火箭力守哈登保罗 虽然得到安东尼的可能性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 但是火箭管理层似乎仍不满足 想要交易走安德森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 而且火箭还想继续补强球队的实力 毕竟他们想要夺冠 还要面对勇士这座大山 今天 根据今日美国的媒体人凯利伊特表示 签约安东尼或许仍不是火箭队今夏训练零钱的最后一步举措 据了解火箭的管理层仍然在观察交易市场中的机会 指令于寻求出色的测译防守球员 有知情人士向可透露 亚特兰大老鹰队的肯特贝兹默尔是火箭的目标之一 据悉 在2016年火箭就曾尝试签下贝兹默尔 但是最终这位封位摇摆人 与老鹰签下了四年七千万美元的合同 有消息人士称 老鹰的总经理师伦克 目前正在聆听报价 他们很可能并不会回绝莱恩安德森的垃圾合同 但要求必须从中得到选秀权 或有可塑性的年轻球员 对此 有网友纷纷留言评论道 老鹰 白送个安东尼 还要我搭个贝兹默尔 你当我傻啊 除非 拿安德森来换 老鹰 是我给你承诺了 太多 还是我一开始给的就不够 老鹰总冠军 没毛病吧 想要被字幕了可以 拿安德森来换 老鹰 给给给 大悦 明晚好再来 老鹰 财